我家那邊是一個重工業區 所以其實大家不會過濾水 大部分都會買水 這個水剛好是花蓮的海洋生成水 然後我也覺得抽海水這件事也是一個 超級工程這個展覽 其實它是從一個看海的經驗去出發 然後其實它是一個 就是從小時候到現在 然後我去我家附近看海的時候 就是你會聽到一些馬達的聲音 然後這些聲音其實都在 告訴著我們背後有一個很強大的工程 打字魚業他們一直不斷地把海水往背後抽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造音其實帶有一定的正正性在裡面 或是說人跟這個自然相處的關係 然後在這個展覽裡面所有的水管 其實是從海邊撿來的 它是養殖魚業他們淘汰 然後被丟在海灘上面的水管 然後我大概花一段時間把水管就是撿回來 然後拼接在這個展場裡面 超級工程這件事會分成兩個面向 一個工程是養殖魚業 然後抽海水的工程 引來了一個水管師傅幫我相連這些水管 那其實那個師傅也關係到 我的家庭環境跟我家那邊的關係 就是它是來自工業區裡面 就是的水管師傅 其實在一般家庭水電不會這麼常見 然後我希望它透過就是 舊的水管相連不同的管境 然後用一些烤彎管的方式加熱 把大管套進小管裡面的方式去處理 我是盡量不使用新的材料 但如果使用到 非得用新的材料的時候 會有做一些標記 然後裡面就會有很多 在這個展場裡面就會看到很多水管的修補 對反正在這個展場裡面 有看到許多水管的修補 然後像這個就是一些補漏 原本這邊可能這管可能很 當時壞得很嚴重 它就有一個很大的裂痕 然後就 就是這種PVC的焊解技術 就把它焊解起來 其實在這個展場裡面 修補這件事變成是在 維持著一整個系統的平衡 然後裡面其實放進了一些 對於就是 管內的摩擦力的分析 然後還有一些 對於這個水管材質的介紹 然後這是流體力學的分析 其實就是把我對於 在看台的經驗中 對於水管裡面這些 不可見的想像 然後展場裡在一定的時間內 馬達就會啟動 然後水就會在這空間裡面 不斷地流血著 這個東西是一個不斷被加速的速度 然後其實這個速度在 在展場裡是不可見的 但是你可以透過聲音 或是說一些 鼻子上些微的震動 感覺到這個速度 一直不斷在你身邊打轉 然後另外一個工程指的是 在這個展場裡面發生的工程 然後展場裡 可以以Pipe Mania作為一個指題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它是來自一個遊戲 就是一個接水管的遊戲 然後就是我們必須在特定的時間之內 把水管接到對應的 就是 它必須把污水接到對應的出口 然後才可以得到 污水才不會毒害那個 這個水管工這樣 所以 以這個遊戲作為指題 然後 在這個展場裡面 我收集了很多這些 撿來 然後拼裝的 廢棄水管 然後在展場裡面 相連 然後這件事其實就是 在一個很短時間內 做這個挑戰 所以在 其實在這個展覽 開始之前 其實也不太確定 這件事情會不會 成功這樣 在這個展覽 其實很容易 可以攏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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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